在康州的特朗布尔 Trumble 一名男子捡到了5000美元后 据为己有 不料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涉案的男子威星顿 Robert Whitton 已经被起诉盗窃罪 并且到警察局配合调查 他对当地媒体说 今年5月30日 他在一间银行室外的停车厂 看到一个带有银行标记的袋子 里面有5000美元现金 当时他高兴的就想中了彩票 威星顿谈道 当天早上 他走出银行 看到停车厂地上有一袋钱 当时虽然有一名警察站在停车厂 但警察并没有关注地上的钱 因此 威星顿赶紧走过去 将袋子拿到了自己的车上 威星顿还说 袋子里没有任何事物 能表明原主人的身份 所以他当时觉得 这袋钱是找到的人就能留下 但是特朗布尔镇警方在声明中说 袋子里有文件可以表明 这袋钱是属于特朗布尔镇政府的 在案件发生后不久 警方得到通知 特朗布尔镇政府的税务支援 不小心掉了一袋钱 但是后来就找不到了 警方经过一个月的调查 最终找到了威星顿 威星顿向警方承认 5月30日 他的确在停车场 捡走了那袋钱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是不对的 那么我就会马上归还他 当时我不觉得 我做错了什么 他对当地媒体说 而且他也不觉得自己偷了东西 威星顿已获得保释 9月即将面临法庭审讯 如果被定罪 那么他可能面临1到5年的监禁 在美国捡到钱 可以知道 施主是谁的情况下 到底要不要归还 在各州法律上要求不一样 2019年 一名华人男子 在纽约法拉盛的香港超市门口 捡到一个钱包 并没有按照上面的地址 联系施主或者报警 而是选择了将钱包留下 竟然遭到警方通缉 丢钱包的华人女子 调查了监控后报警 称钱包里有三张信用卡 和600元现金 在纽约州 捡起他人丢失的物品 在10天的时间内都没有归还 就构成了非法债有物品罪 但是在隔壁宾州 法律规定捡到钱包的人 对失误拥有所有权 除非原施主明确向找到失误的人索要 小编有一次钱包丢了 最后发现有人按照钱包里驾照的地址 把钱包塞到了我的邮箱里 虽然现在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是我们依旧还是相信 更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会选择实惊不昧 当然 如果您捡到了一包钱 又没有任何证明的话 您不妨查查本地的法律 请不吝点赞 dlatego clain下评 vou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